我告诉你哦,香蕉这样做,口感酥脆,小孩都抢着吃 让做的香蕉外酥里糯,好吃到没朋友 小朋友都喜欢的一款小甜品,草莓牛奶布丁,做法很简单 万万没想到只要一个红薯,就能做这么多外酥里糯的红薯丸子 听声音就知道多数切薄片上锅蒸熟,加白糖压成泥滑的面团 搓成小圆球,先沾清水,再均匀的裹上芝麻串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烧烤料,翻炒均匀即可 搓拌均匀腌制10分钟,挑出配料 一包小酥肉专用粉,抓成我这个样子 加一勺食用油,各自外皮金黄酥碎就可以出锅了 外酥里的,非常好吃 做好的鸡肉冷水下锅,加红薯出锅 这样做的黄焖鸡要是不好吃 五花肉放入砂锅,加鞍唇蛋